是刑侦大队接到报案 在城郊的湖宫山脚下的一个寒洞里 发现了一具女尸 这个寒洞已经荒废了很久 是一个农民上寒洞喝水 才发现这具尸体的 根据现场的勘察情况 警方初步推断 死者死前被侵犯过 从死者脖子上的瘀痕来看 使被人掐住脖子窒息而死 现场被破坏 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由于前两天下了一场大雨 作案人在动脉留下的痕迹 已经被雨水冲掉了 根据警方的调查 死者叫田磊 是一家医院的护士 他可是市里的一个大美人 也算是个人物 曾经是土地管理局局长刘家祥的情人 这刘家祥也确实是离了婚 可后来又复婚了 但始终没有去死者田磊 后来刘家祥又把他介绍给了同事王小鹏 虽然死者的身份已经确定 但从现场的情况来看 游用的线索实在是太少了 根据法医的尸检报告 田磊的死亡时间在11月5号的8点到9点 死者生前被侵犯过 却没有在死者体内发现经验 这时刘家祥来到了警局 他要见田磊最后一面 看着田磊的尸体 刘家祥痛哭起来 还说是自己害了田磊 根据刘家祥所说 他和田磊是在四年前认识的 那天他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家探亲 路上却出了车祸 女儿当场死亡 妻子伤了脊椎瘫痪在床 他算是幸运的只是撞断了腿骨 而田磊就是负责照顾刘家祥的护士 就是这个时候 他爱上了刘家祥 一来二去两人便在一起了 这时妻子因为自己瘫痪在床 他不想拖累刘家祥 便提出了离婚 刘家祥起初不同意 妻子还向法院起诉离婚 后来组织上要提拔刘家祥 不赞成他和田磊结婚 而且还做了刘家祥妻子的工作 所以两人后来又复婚了 刘家祥觉得很对不起田磊 就把局里的一个科长介绍给田磊 他最后一次见到田磊 是在案发那天 田磊来办公室找刘家祥 可是两人待了一会儿就走了 门卫老冯应该看到了 徒兑问他那天有没有和田磊发生关系 刘家祥说他不可能和朋友的女人发生关系 而且见门田磊他还要去茶楼 建一个房地产公司的汤总 随后警员们找到了那个门卫 门卫老冯说 田磊那天是七点半左右离开的 在门口打了一辆车走的 不到五分钟 刘家祥也开车离开了 根据现有调查的情况 警方要求各出租车公司 向全市出租车司机展开全面调查 五号晚上七点到七点半左右 有哪辆出租车 从市图管局大楼对面街上经过 搭载了一个25岁左右 穿绿色套裙黑色高跟鞋 另一个白色胯包的长发姑娘 然后又把她送到了哪里 没过多久 就有出租车司机提供了线索 他说那天晚上7点25分左右 看到那个女人上了一辆黑色帕萨特轿车 可是门卫老冯却说田磊上了一辆出租车 很明显老冯在说谎 刘伟分析可能是刘家祥开车出来把田磊接走了 因为田磊出来五分钟后 刘家祥就开车出来了 随后刘伟和小畔来到茶楼调查 确定案发那晚刘家祥确实和另外一个人来着喝茶 因为刘家祥是常客 茶楼的服务员都认识他 刘家祥作案的可能被排除了 现在不得不审问门卫老冯了 面对图队的质问 老冯慌张地说可能是自己眼花了 但他确实看到一个穿裙子的女人上了出租车 还保证自己绝对不会乱说的 图队又问他局里都有些什么车 他说有桑塔纳 帕萨特还有刘家祥开的别客 那辆黑色的帕萨特是局里的司机李强开的 根据之前一个出租车司机提供的情况 案发那晚田磊就是被一辆黑色的帕萨特接走的 随后警方找到了李强 根据李强所说 他和刘家祥是初中同学 和田磊也比较熟悉 案发那天晚上他在图馆局的门口遇到田磊 他便叫田磊上车送他回家 途中田磊接到男朋友王小鹏的信息 说是去毛家部青鸟茶馆见面 随后他就将田磊送到了毛家部 不过在距离青鸟茶馆一站地左右的地方 田磊就下车了 说要打车过去 他开车走了一分钟左右 就看到王小鹏的车迎面开来 因为时间太晚了 他就没回局里直接开车回家了 这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田磊是不是和王小鹏见面了 还是说在王小鹏到达这段路之前 田磊就已经失踪了 随后图队让李强带着他们到田磊下车的地方查看 而且李强说那天田磊背了包还带了手机 可在现场都没有找到 小鹏分析是不是被小混混抢了包 这片地方经常有小混混出没 图队决定先找到这个包 随后几人找到了报案的小伙询问 原来他为了贪点小便宜 将田磊的包拿走了 警员们从小伙的家里找到了田磊的包 一查手机记录 果然有王小鹏发的短信和通话记录 警局中 几人正在讨论案情 这时田磊生前一个叫洪丽娟的朋友 来到警局 他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 田磊确实很爱刘家祥 而刘家祥也确实离了婚 可后来人家又复婚了 田磊气不过 既然人得不到那就要钱呗 他向刘家祥要了150万 可刘家祥哪有那么多钱 后来田磊来找他 交给他一盒磁带 说如果哪天他出事了 就把这盒磁带交给警方 真是看透了 男人都是好东西 他们只爱我没有情 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玩物 总有一天 我不是死在刘家祥手里 就是死在王小鹏手里 随后王小鹏被带到了警局 据他所说 案发那天他确实约田磊 在青鸟茶馆见面 可是田磊并没有来 他一直给田磊打电话 但都打不通 之后静元将田磊的录音 放给他听 田磊不会无缘无故地说这种话 果然王小鹏承认 他曾经动手打过田磊 而且还做过一件蠢事 你干什么你 你想伤我什么事 好 你杀你杀 你杀呀 雷雷 我刚才是一声糊涂 对不起 你知道的 我是真心爱你的 可是 我一想到你跟刘家祥在一起 我 我的心 就像前把刀在碗一样 我痛苦啊 这日子没法过了 我 我 每次两人在一起 他都会想到刘家祥 想到他们曾经亲密的样子 他根本就受不了 这样看来他有充分的杀人动机 面对图对的质问 他情绪激动地说自己没有杀人 自己是冤枉的 图对又问他那晚开车去茶馆的路上 有没有看到一辆黑色的车 王小鹏说他只看到一辆出租车 并没有看到其他的车 随后图对让王小鹏开着车去安发现场 可他们还没到寒洞就回去了 只带回了一把山路上的红土 同时图对让小畔和刘伟将司机李强带回了警局 李强不理解为什么自己被抓 还说自己知道的都说了 图对气定神闲地说 王小鹏那晚根本就没看到他 而李强却说看到了王小鹏 两人之间一定有人在说谎 随后图对几人来到李强家 李强妻子说 案发那天晚上八点多 李强把车开回来的 还说自己爱看的电视剧是八点半开始 李强回来有一会儿了 电视剧还没开始 刘伟问他李强回来那晚 有没有说些什么 李强妻子说 丈夫从不和自己说工作上的事 几人看也问不出什么线索 便要离开 这是图对发现院子的角落里 有一些红土和一些树叶 他便叫刘伟拿了一些回去化验 经过他们的调查 那天晚上因为电视台有其他节目 所以八点半的电视剧晚播了四十分钟 看来李强妻子是在说谎 随后他被叫到了警局 眼看着自己的谎言被拆穿 可他还是不说实话 竟原因又拿出邻居的录像给他看 那晚他和丈夫李强在家洗车 证据确凿他也只得说了实话 随后几人又来到了案发现场勘察 小鹏在曹丛里发现了 填尾腰带上的装饰圈 将田磊和凶手打斗的地方 以及田磊被掐死的地方都拍了照片 回到警局 涂队几人再次提升李强 他将这些现场照片拿给李强看 看着这些作案痕迹 李强还是死不承认 随后涂队将李强妻子的口供视频放给他看 看着妻子说了实话 他情绪激动起来 也不再隐瞒 承认了田磊就是他杀的 可是他和田磊毕竟没那么多交集 更别提有仇了 涂队又问他刘家祥是如何指使他杀了田磊的 他只是说自己一时色心气 就强奸了田磊 后来一想 一不做二不休就杀了他 和刘家祥没有关系 涂队看着他胡说八道 便告诉他验尸的结果是通奸 而和田磊通奸的绝对不是他 听着这些 他还是嘴硬 就说是自己杀的 你杀人被人利用了 你当时义气我不说了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我和小雪啊 我可以做杀人犯的妻子 但我受不了做强奸犯的妻子 你想想我 想想我和小雪吧 李强 李强 面对自己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 他最终还是说了实话 刘家祥对他有恩 他也只是想帮刘家祥消灾 他说田磊就是个火水 不能嫁给刘家祥 就像他索要一百五十万 可刘家祥哪有那么多钱 那天晚上 刘家祥给他打电话 说自己再也受不了田磊了 李强一听就心领神会 徒对问他之前 两人有没有商量过杀掉田磊 李强肯定的说没有 就是他自作主张杀了田磊 为刘家祥消灾 随后刘家祥被带到了警局 审问只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 面对眼前的证据 刘家祥交代了他所做的一切 案发那晚田磊来办公室找他 他不想再和田磊有什么关系 可是田磊一心就想嫁给他 看着刘家祥态度这么坚决 他气不过就向他索要一百五十万 要是不给他 就要和刘家祥撕破脸 他要把他受贿的事捅出去 刘家祥一听态度就软了下来 他哄骗田磊说 每年给他五十万分三年给 田磊也同意了 随后两人就你农我农到了一起 完事后他就打电话给李强 说自己受不了田磊了 而李强也是心领神会 就这样田磊这天晚上 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刘家祥 几分钟之后 李强接走了田磊 在途中 田磊收到了王小鹏发来的短信 让李强送他去毛家部青鸟茶馆 路上他看到有小混混抢包 就这样一个谋杀的计划 在他心中酝酿起来 他把车停到一处没人的地方 谎称自己要下车撒尿 随后他就杀死了田磊 将尸体移到郊外寒动 为了造成流氓强奸杀人的假象 李强扯破了田磊的一群 随后就开车回家 和妻子清理掉车轮上的红土 最终李强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而刘家祥在整个案件之中 有间接指示他人谋杀的倾向 加上审查出来的经济问题 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这是一个平常的 不能再平常的工作日 财政所的同事一如既往地来上班 可是门妹老韩却没有起来开门 男人在门口喊了几声 见没人回应 于是他拿出小门的钥匙 开门进去打开了大门 这是一个女同事 发现财筷式的门竟然开着 他赶紧叫来同事 进去一看 没想到门妹老韩竟然惨死在床上 随后警方接到报案 徒队几人立刻赶到了现场 据章队介绍说 死者是死在财筷式 可门卖的花盆上也有血迹 现场的血样张队他们已经逐意提取了 徒队仔细看了现场 现场很问 死者生前应该和凶手进行过激烈的搏斗 他让刘伟逐意拍照取证 小畔发现财筷式的保险柜并没有被打开 但是上面有用木棍敲过的印刺 还有被钢具拒过的痕迹 说明凶手是个外行 而且在上面没有找到任何指纹 凶手应该是戴着手套 看来这个凶手还有一定的反侦查经验 这时张队的话经着了小判 保险柜里竟然还有25万现金 原来昨天下午5点多 承包箱里没矿的侯几男 来到财政所上交上半年的承包金 整整25万 可正准备下班的钱小红却埋怨他 这个时候来交钱 银行都关门了 侯几男没好气的说 要是不收他就走了 下次就指不定什么时候来交了 说着转身就走 没办法钱小红只好将钱收下 然而霍根就出在这25万现金上 是他勾起了凶手的杀人欲望 火生生地夺取了一条人命 涂队在现场发现了一根木棍 他拿着端向了一会儿后 关上房门笔划了一下 原来这是用来顶门用的 随后又让张队到外面喊几声 刘伟猜测这是熟人作案 涂队想了想 他让张队去找一根铁棍 随后告诉刘伟 坐现场一定要仔细地勘查 不要过早地下结论 涂队分析凶手也有可能 是从门缝将木棍筒开的 破案一定要多方求证 这时小畔在屋内发现了五双鞋印 那就是说有四个人一起作案了 最后两人将鞋印一一提取两本 没一会儿张队找来了一个铁棍 徒队让他从门外看看 能不能捅开木棍 经过反复的试验 铁棍捅不开顶门的木棍 看来刘伟判断的没错 凶手和被害人是熟人 老韩见熟人叫门 才把门打开的 如果是陌生人 老韩是绝不会开门的 因为卢所长特意交代过他 保险柜里面有大量现金 让他多加小心提高警惕 现场出了血液 并没有其他有价值的线索 随后刘伟和小畔叫来会计兼小红 询问他保险柜里那25万现金的事 这件事他并没有和任何人说 不过昨天晚上他心里特别紧张 一夜没睡着 就和自己老公提了一嘴 而且侯济南来交钱的时候 卢所长正好来财快事 因为这个时间银行都下班了 卢所长才让他将钱锁在保险柜中 监警员有些怀疑他老公 钱小红立马跪了下来 说自己老公不会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这时张队带了个电焊工过来 将保险柜给切开了 没想到里面的25万现金却不翼而飞 这可把钱小红和卢所长吓呆了 回到警局 警员们坐在一起讨论案情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 这次案件很有可能是杀人抢劫案 而且是熟人作案 就目前掌握的线索来看 这个案子有两大疑点 首先凶手能通过密码打开保险柜取走钱 可是他为什么还要破坏保险柜 凶手想给警方造成假象 是外行在作案 误导警方的侦破方向 又或者是凶手杀了人之后 打不开保险柜 慌忙逃离了现场 而保险柜里的25万现金 可能是提前被人拿走了 其次在现场提取到的四个人的协业 如果这四个人是为了钱财来作案 他们可以致富老韩 没有必要杀害他 可他们为什么还要杀了老韩呢 随后徒队叫来了钱小红和他的丈夫 分别对他们询问 钱小红说 那晚他一直很心慌 总觉得要出事 便想要去财政所看看 可丈夫拦住了他 如果他现在过去 别人会误会他是去偷钱 钱小红觉得老公说的有道理 两人便又躺下了 徒队又询问了他的丈夫 两人的供词一模一样 但也不能排除两人事先串通 攻守同盟以掩盖事实的真相 徒队又问他 保险柜的密码还有谁知道 钱小红很肯定的说就自己知道 随后又提取了两人的血氧 与遗留在门口花盆里的血迹比对 结果并不符合 而现场也没发现他们的血印 两人的嫌疑都被排除了 此时钱小红提供了一个线索 就是当时交钱的侯锦南 他也知道钱没有存到银行 这让徒队也对他产生了怀疑 随后侯锦南被带到了警局 据他所说 那天他一直在打牌 所以去交钱的时候就晚了 而且那天打牌的牌友都知道 他拿了25万 徒队问他其他三个人都是谁 侯锦南说有钱三望 侯邦亮和钱景月 钱三望被带到了警局 徒队问他后脑的伤是怎么回事 他说是老韩被杀的那般 自己去调戏妇女被打的 还让徒队去找张素梅求证 张素梅的话漏洞百出 没说两句就被徒队识破了 在徒队的逼问下 张素梅终于说出实情 是钱三望给他钱 让他这么说的 在证据与事实面前 钱三望不得不如实招供 他那天从侯锦南那里得知 有25万现金送到财政所了 他知道那时候银行已经下班了 这钱是送不到银行去的 他翻来覆去睡不着 想发着笔横财 但又怕杀人 便想到了一个妙计 他想和老韩商量 我想同他商量 取出25万 我们两个平分 然后打开包险柜 我假装把他打伤 等办完以后 他再起来喊抓贼 那不就行了吗 你聪明啊钱三望 你让人家使苦肉计 你不上一根好吗 打定主意后 他深夜翻进了财政所 建屋里亮着灯 他便打开门要进去 可没想到 从里面冲出来两个蒙面人 将他撞倒在地 头就磕到了外面的花盆上 所以门外的花盆上的血迹是他的 钱三望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 两个蒙面人翻过铁门逃跑了 他鬼市神差的踏进了财快市 发现惨死的老韩 吓得他也赶紧跑了 就这样他把脚印留在了现场 为了验证钱三望的口供是否属实 警方又找到另外两个人 侯邦亮和钱景月 据侯邦亮所说 案发那晚他并没有去财政所 那天下午侯济南走后 他们几个人也就散了 回去的路上 他跟钱景月谈论起那二十五万 钱景月问他想要这笔钱吗 侯邦亮明白他的意思 犹豫了一下说不想要 两人就各自回家了 徒队听完他的话后 认为这个钱景月嫌疑很大 可是现在到处找不到他 这时候邦亮提供了一个线索 让他们去找街上 那个坐钥匙的钱帽生 他可能会知道 这个钱帽生也没有隐瞒 案发那晚钱景月确实去找他了 问他有没有把握打开保险柜的锁 两人商量击婚老韩 然后打开保险柜 可他们又害怕被老韩认出来 就戴上了面罩作案 来到财快市门口 他们发现门是开着的 两人进去一看就吓呆了 已经有人先下手了 而这时老韩已经遇害了 但两人并没有立刻逃走 他们看保险柜没有被打开 就拿起地上的工具 想要撬开保险柜 直到听到外面有动静 也就是钱三望翻墙进来了 两人才匆忙逃走 在门口他们撞到了钱三望 而这时钱景月也被缉拿归案 他交代的事实与钱帽生的完全一致 如果这两人没有说谎 那么在这两人潜入财快市之前 至少还有两个作案人 已经进入了财快市 一个用密码开锁取走了钱 另一个想用铁锤与钢具打开保险柜 而没有打开终止了作案 刘伟和小畔很疑惑 现场只有四个人的协议 怎么前面还有两个人作案呢 是的 还有一个人没有出场 随后图队让两人去复查现场 看看有没有漏下的线索 果然他们在保险柜的把手上 发现了长不到一层的纸结纹 这很有可能就是凶手留下的唯一有价值的证据 因为这个人的脚印在打斗中 与另外潜入的三个人的脚印 重叠模糊了 不足以甄别出来 根据现场提取到的纸结纹判断 凶手是男性 年龄在25到30岁之间 根据老韩被刺的伤口的位置判断 凶手的身高在1米72左右 综合现在掌握的线索 首先要对财政所的内部职工进行排查 其次对周围居民进行走访 还有就是和老韩关系密切的人 随后警员们采集了财政所所有职工的右手纸结纹 整整100份的首页 图队三人开始一个个比对 可惜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纸结纹和现场发现的吻合 这时张队想起来 农班有几个人下想去了 随后他带着刘伟小畔就赶了过去 图队拿起刘伟比对过的纸结纹 发现卢所长提交的是左手的纸结纹 原来鲁峰下楼来按手印的时候 现场的警员上洗手间去了 鲁峰自己按了左手印 而警员也没有检查 刘伟在比对时也没有发现 这个刘伟真是粗心大意 随后图队立刻就给鲁峰打电话 让他过来重新提交指纹 鲁峰很爽快地答应了 可是15分钟过去了也不见鲁峰的影子 这让图队感觉鲁峰有问题 他立刻给张队打电话 让他派人寻找鲁峰 财政所的人说他15分钟前就出去了 这让图队更加肯定鲁峰是位罪潜逃 立刻召集警力全程搜捕鲁峰 图队带人来到鲁峰家中 在洗手台底下发现了一个黑色包裹 打开一看 里面是一件戴续的衬衣和手套 杀害老韩拿走那25万的 就是财政所所长鲁峰 图队寻问鲁峰的父母 父亲说他可能去找他的女朋友方老师了 他们立刻找到了方老师 但方老师已经和鲁峰分手半年了 这段时间也没联系过 从方老师口中得知 鲁峰又找了个女友叫陶晓娜 图队分析 鲁峰知道自己暴露后 会找陶晓娜杀人泄愤 这样来看 鲁峰十分危险 要赶紧找到他 而另一边 鲁峰已经和陶晓娜在饭店吃饭了 陶晓娜看着鲁峰觉得很奇怪 以前小气罢了的 今天居然带他来这么贵的饭店 就在陶晓娜去洗手间的时候 鲁峰拿走了他的手机 图队这边也问到了陶晓娜的手机后 可打过去是已经关机了 这让图队觉得陶晓娜处境很危险 立刻派人给各个宾馆酒店打电话 询问两人的消息 饭店内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聊着 陶晓娜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 看样子他并不喜欢鲁峰 因为他穷买不起房 不能给他一个体面的婚礼 鲁峰也明白这点 可他就是鬼迷心窍 自己和朋友做生意发财了 挣了25万 陶晓娜一听也是惊到了 随后他又拿出3万块钱摆在陶晓娜面前 看着这么多钱 他的眼睛都冒金光 瞬间就变了脸 一脸高兴地抱住了鲁峰 怎么会呢 我去费那个心干嘛 这又不关我的事 我就知道 小娜就是聪明 我赚了钱 还不是我们两个人用吗 我知道 你对我好 小娜 我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呀 我知道的 你怕我甩了你是吧 没出息 鲁峰见其分差不多了 提议两个人去高级酒店 订个最好的房间享受享受 一开始 陶晓娜还不愿意 一听鲁峰要给他买房子 立刻就答应了下来 随后 两人便来到一家酒店准备开房 鲁峰说他没带身份证 只好用陶晓娜的 这时他才发现自己手机不见了 鲁峰说可能是忘在单位了 陶晓娜也没在意 可听说住一晚要260块 两人觉得太贵了就离开了 随后两人便去清风公园亚马路 这边两人刚走 警方就打来了电话 工作人员告诉警方两人刚离开 说要去清风公园 随后警方也赶了过去 两人来到公园 鲁峰的情话还真是一套一套的 听得陶晓娜心花怒放 随后他带着陶晓娜往山洞走去 越走越黑 陶晓娜有些害怕 他不想上去了转头就要走 这时鲁峰露出了本来的面目 拉住陶晓娜不让他走 两人争吵起来 陶晓娜才知道鲁峰杀了人 这下可把他吓坏了 就在鲁峰要动手时 徒队带人也赶了过来 见警察来了 鲁峰拿出刀挟持了陶晓娜 他让徒队单独上来 向他抱怨 自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都是因为这个陶晓娜 我闺蜜心情 看着他漂亮的脸蛋 杜老师 想我鲁峰会走到这个田地 不容易 可他 陶晓娜 他嫌我酒 他看不上我 对我爱搭不理的 我对他百依百顺 可他的 说我拿不出二十万 就崩下跟他结婚 他远护了我们的爱情 我真是后悔 鲁峰 你自己做错的事 还想往别人身上推责任 一个叫方淑琴的女老师 是被你抛弃的吧 他越说情绪越激动 鲁峰觉得自己做得天衣无缝 徒队怎么会怀疑到他 徒队告诉他 他在与老韩搏斗抢拖把的时候 右手无名指出的手套破了 在搬动保险柜的时候 留下了纸接纹 就是这个小小的指接纹 让警方找到了凶手 而且在警方采集指纹的时候 他故意摁得左手 让他摁右手的时候 他却逃跑了 直到自己无路可走了 他反而悲伤起来 就在两人对峙的时候 警员们已经悄悄包围了这里 见鲁峰今天贴了心的要得到陶晓娜 徒队也没再说什么 让警员们后退 自己也推了回去 陶晓娜这时也吓坏了 他答应了鲁峰的要求 看着陶晓娜脱衣服 鲁峰扔下了手里的刀 陶晓娜趁机一把推开了鲁峰 狙击手一枪击中了他的腿 随后警员们上前将鲁峰逮捕 鲁峰为自己犯下的罪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他被捕入狱以后 陶晓娜就再也没有路过面 鲁峰的父母因为受不了这个打击 先后离开了人世 天网挥挥书而不漏 鲁峰作为财政所所长 本来大有虔诚 却是因为美色 将一手好牌打得戏烂 这个鲁峰啊 自己犯了吗 还搭上了父母的生意 这是可悲可怕的 是啊 有些人总以为爱情 是能够用金钱换来的 可是他们却不知道 能用金钱换来的爱情 像肥皂泡一样一碰住 但是 欲网跟爱情一起燃烧啊 这天女儿肖娜娜 从城里回来看父母 刚一下车 就有几个邻居过来打招呼 还说 已经好几天没看到他父亲了 肖娜娜有些担心 他赶紧跑进屋查看 没想到 他刚一进门 就看到地上有好几处血迹 父亲就躺在不远处 满身是血 他被吓得不轻 立马报了警 随后 徒队几人立刻赶到了现场 进行了仔细的勘查 回到警局 徒队立刻组织了案情分析会 经过走访调查 死者叫肖满屯是一个退休的干部 退休后 他就和老伴在老家开了一个小卖店 从现场的痕迹可以判断 客厅应该是第一现场 因为在客厅的饭桌上 溅满了血迹 卧室的地板上有拖拽的痕迹 应该是死者被杀害后拖到这里的 同时客厅的沙发和墙壁上 都有喷溅的血点 很有可能是死者和凶手搏斗时 溅上去的 卧室和客厅都有被翻找的痕迹 而且肖满屯的小卖店也被翻得很乱 在现场没有提取到完整的指纹 只发现了两个鞋印 很有可能是凶手留下的 经过对这两个鞋印的比对 图队认为应该是两个人作案 一双是球鞋 一双是不鞋 而且这双球鞋是41码还是个外把子 综合案发现场的各种痕迹 刘伟觉得这是一起杀人抢劫案 而且是熟人作案 因为凶手杀害了肖满屯后 对小卖店进行了大规模的翻动 很明显是翻找了很长时间 这也说明凶手不是为了杀人 而是劫财 凶手作案后立刻离开了现场 他们应该对这里很熟悉 而且住处应该离村子不远 结合现场提取到的鞋印判断 凶手应该是男性身高1米63左右 年龄在35岁到40岁之间 随后警员们对肖满屯的社会关系 进行了调查 根据村民们的反应 案发那天 村民肖来福和死者在小卖店里大吵了一架 之后徒队几人便找到了村民肖来福 据他所说 那天他去肖满屯的小卖店买两瓶酒 可他这次又要赦账 他已经欠了小卖店几百块钱了 当时肖满屯就有点不高兴了 以前的账可以慢慢算 但这次的两瓶酒一定要付钱 不然就不卖给他 肖来福一看他这态度 瞬间就火冒三丈破口大骂起来 两人就这样吵了一架 之后他就被别人给拉走了 徒队问他案发那晚在干什么 肖来福说他那天去钓鱼 晚上就在家做红烧鱼吃 之后就睡觉了 哪儿也没去 可徒队并不相信他的话 随后刘维给他看了他妻子的口供 那晚他并没有在家吃鱼 而是把鱼拎走了 到后半夜才回来的 看到妻子交代的情况 肖来福很是激动 还骂妻子是罪毒妇人心 不管怎么问 肖来福都不承认 那晚他离开家去别的地方了 还一口咬定是妻子想要害死他 四日一早 他在看守所大喊着自己要交代实情 随后徒队几人再次提审他 原来他有个相好的 就是隔壁村的寡妇刘兆香 那晚他就是去找刘兆香了 他是觉得不好意思 所以上次才没有说实话 之后刘兆香被带到了警局 与肖来福当面对质 12月5号晚上 肖来福带着自己钓的鱼 到你们家做鱼 你还打酒回来给他喝 有这事吗 没有 赵小妹子 你这不是害我吗 你吃了我的鱼 你还给了我酒喝 怎么不认呢你 赵小妹子 赵小妹子 那天晚上我要留宿 你还赶我走 我不走 你忘了你 没有了 他骗人 他憋的 反正我那天没看到鱼 也没看到萧来福 警察同志 他这人就会憋瞎话 鬼才相信 他能把死人说活了 刘兆香说 那晚他并没有见过萧来福 萧来福一听就慌了 他大喊着冤枉 对萧来福的审讯一时也没有突破 图队决定利用他最近研究的不法鉴定法 对萧来福进行不法鉴定 萧来福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心惊胆战的依照警员的指导 来回走了几次 图队里对着萧来福留下的血印 最后决定放了他 从不法鉴定来看 他并不是凶手 然而就在此时 又有村民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案发那天 有个叫球皮的外孙人 去过萧满屯的小卖店 而且他知道 当晚只有萧满屯一个人在家 还说要去找他喝酒 随后警方来找球皮 看到警车过来 球皮直接撒腿就跑 他开着摩托车找到兄弟棍子 两人又来到棍子的姑妈家 他们在姑妈家藏了一笔钱 这笔钱是哪来的 是不是从萧满屯家抢来的呢 他们逃得很利索 但终究逃不了灰灰法网 球皮和棍子被逮捕了 警方也在棍子的姑妈家搜出了一包钱 竟然有五万元 审讯室里 两人也交代了实情 他们在三个月前逃了一辆轿车 那些钱是卖车的钱 不过他们否认杀害萧满屯 更没有抢劫萧家的钱财 随后徒队又让这两人也做了步法鉴定 结果这两人也不是凶手 案件侦破工作一时陷入了僵局 这天一个穿毛衫的女人来到了村里 她叫林连弟是来祭拜萧满屯的 刚来到萧家门口 她就痛哭起来 据村民们的反应 她叫萧满屯叔叔 可是这一个姓林一个姓萧 他们真的是叔侄关系吗 村里的许多人都说 萧满屯与这个女人有着不寻常的关系 每次林连弟来看萧满屯 萧满屯就乐呵呵的 欢喜得不得了 连生意都不做了 而且走的时候 还给她带了大包小包好吃的东西 一直送她到村口目送她离开 邻居大嫂也和萧满屯的老伴说过 可是大妈也不清楚这里面的关系 萧满屯和林连弟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萧满屯和林连弟有不正当关系的话 那么就不能排除情杀的可能 也就是说林连弟的丈夫也有一定的嫌疑 随后图对几人找到了林连弟村里的妇联主任 据她所说 林连弟的丈夫韦大宝也怀疑两人的关系 上一次林连弟从萧家回来 韦大宝还动手打了她 她也曾听林连弟说过 两人是在公交车上认识的 当时萧满屯下车时摔了一脚 林连弟好心赶紧下车去扶她 还没等她上车公交车就开走了 没办法 她只能等半个小时后的下一趟 这时萧满屯为了表示感谢 就带林连弟回家吃饭 林连弟也没拒绝就去了 后来萧满屯就任她做了干女儿 林连弟也高兴地接受了 不过萧满屯不让她喊她干爹 这里头肯定是有名堂 干爹就干爹嘛 又怎么遮遮掩掩掩的不让喊了呢 另一遍 小畔也找了萧满屯的女儿萧娟娟了解情况 她也知道林连弟这个人 而且父亲也曾经多次借钱给林连弟 母亲得知后让她去劝劝父亲 当时父亲也和她说了实情 林连弟的母亲是父亲的初恋 那时自己进城当了干部就和她断了 后来父亲也打听过林连弟的母亲 听说她生病死了 心里就更不好受了 那次碰到林连弟 父亲就看出来了 询问之下得知她就是初恋的女儿 就这样父亲认林连弟做了干女儿 警方弄清楚了两人的关系 可是林连弟的丈夫韦大宝 有可能误会自己的妻子和萧满屯 有不正当的关系 再听了一些别人难听的议论 说不准一怒之下杀了萧满屯 这时竟是韦大宝的警员也传来了消息 韦大宝走路就是外八字步 很有可能就是和现场留下的血血印相似的嫌疑人 随后韦大宝也被带回警局做了不法鉴定 结果令图对几人很失望 他也不是凶手 这天萧满屯来找图对 他想起了一件事情 父亲的一个存折不见了 上个月父亲让他将三万块钱存到银行 案发后他去银行报失 可银行的工作人员说钱被取走了 萧满屯提供的这个线索 让案件再次有了转机 随后图对几人立刻赶到了银行 图对询问当时办手续的工作人员小红 可是他的回答却支支吾吾所问非所答 图对一眼就看出他在说谎 不过他也没有再继续询问 直接带走了那几日的监控录像 在录像中只发现了一个暗错密码的男人有可疑 而在众多的女顾客中也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如果在这段时间有人顺利地取走了那三万块钱 那么他一定是知道存折的密码 图对觉得萧满屯有可能把存折给了林连地 于是几人找到了林连地 可是他并不知道那里钱的事 他说萧满屯人很好经常会借钱给他们 图对问他有没有人向萧满屯借钱他不借的 林连地想了想他还真遇到过一次 那两个人是萧满屯舅舅的堂兄的孙子 老二叫胡海老三叫胡山 说是胡老三想做生意过来找萧满屯借钱 可是这俩人好吃懒做借钱不还 萧满屯训斥了两人一顿 兄弟俩窝窝囊囊的走了 这俩人很有可能记了仇 为了不打草惊蛇 图对想出了一条妙计 他让村里的干部找个借口提取两人的笔记 图对把取款单上的签字和胡老三的笔记进行比对 果然和胡老三的笔记完全吻合 随后警方带走了这两个人 经过步伐鉴定 这两个人的血印和留在现场的血血印完全吻合 审讯室里胡老三却耍起了无赖装疯卖傻 说小满屯不是他杀的 要是杀了他以后找谁借钱啊 警员拿出了笔记鉴定结果给他看 可他死不承认取款单上的签名是他写的 还说案发那晚他在家睡大觉 根本就没去找小满屯 胡老三这是铁了心的咬紧牙关 坚决不招供 这时图对将银行的工作人员带了过来 胡大头 你害我 你说存证是你捡的 我信你 我叫小红给你取出来 你答应给小红三千块钱 你小子原来是杀人抢钱啊 这人我不认识 他谁啊 胡大头 你怎么找这么个人来吓唬我呀 那你总认识我吧 八号那天你来取钱按来两次密码都不对 我没让你把钱取走 他 他是谁呀 他哪来的 就掏出信所呀 咱是穷人 从来不找不到那地方 胡老三这是要将无赖耍到底了 可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二哥胡海已经都着了 你和胡大头抢了人家一个存折 三万块你 你弟弟说 你是主谋 三万块钱都给你了 我一分钱没得 怎么活着我呢 是不是这样 哪有三万 怎么怎么存给我 哪有三万块 你当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 人家身处已经报案了 一张存折 整整三万块钱 刚存进去不久 还有一点利息呢 这件事情 你可别想隐瞒 他 他只给了我五百 他只给了我五百块钱 他只给了你五百 是啊 三万块只给了你五百 真的是五百 那钱呢 花花花花了差不多两百 还剩三百 花了差不多两百 还剩三百 三万多块钱 对啊 就花了差不多两百 我说这真是花呀 那么两万九千多块钱到哪儿去了 你老实说 我是很老老老老实的 你弟弟还说了啊 杀肖满村是你的主意 没没没没 你说的 我大头 肖满村不借给咱钱 杀了他算了 不是 说明这个案子 你是主谋 你弟弟可从败 你要凝对 我没说过 我真的没说过 你没说过 你不是老实 你没说过那句话谁说的 是老三胡大头说的 是不是他说的 他是你说的 他也没说要杀人 他也没说杀人 你也没说杀人 那到底谁说了杀人 谁是主谋 在多种铁招面前 胡老三的抗拒防线终于崩溃了 他也交代了所有的情况 案发那天晚上 他和老二胡海 再次去肖满村家里借钱 肖满村不借 胡老三说尽好话 跪下求他 可他就是不借 还数落了他们兄弟俩 当时胡老三恼羞成怒 拿起旁边的板凳 就砸向了肖满村 肖满村和胡老三扭打起来 胡老三拿出刀就捅了下去 两人这次来 已经有杀人劫财的准备 如果肖满村借给他们钱 结果肖满村不但没借钱给他们 还羞辱了两人一顿 这时他就饿从胆边生 杀死了肖满村 两人又将肖满村的尸体拖进了卧室 之后翻箱倒柜找到了那张存折 又到小卖店拿走了一百多零钱 还有一些食品 就赶紧跑了 天网恢恢数而不落 等待凶手的是严厉的审判和应得的惩罚 三个月后 胡老三被执行死刑 俗话说得好 靠山山会倒 靠人人会跑 谁的生活都不容易 没有人天生就必须来关照你 也没有人天生就必须来帮助你 君子爱财 许之有道 千万不要坑蒙拐骗 更加不要偷偷摸摸 赚取了不义之财 终究会有报应 人只有靠自己赚钱 才能永远安心 两个女人坐在大坝车上 她们要去镇上看望当民警的丈夫 可是这次 方清的情绪很低落 她怀疑自己的丈夫张明有了别的女人 这次她过去就是要问个明白 就在这天晚上 张明家里突然传出三声枪响 住在隔壁的郭所长被惊醒 她立马穿上衣服出去查看 待她翻墙过去一看 自己的好友张明已经倒在了血泊中 而她的妻女也被残忍杀害 接到报案后 徒队几人立刻赶到了现场 报案人是派出所的郭所长 所以现场被保护得很好 郭所长到达这里是凌晨3点15分 她推测案发时间应该在凌晨3点05分到15分之间 从她起床到翻墙过来 最多也就10分钟 也就是说 凶手在10分钟内杀了张明一家三口 而且已经逃离了现场 徒队看了看屋里的情况 从现场留下的痕迹看 凶手和死者曾经在这里搏斗过 然后死者中了三枪 大重要还当场死亡 刘伟捡起一个弹壳交给徒队 徒队一眼就看出 是六四式手枪的弹壳 然而从弹道的痕迹上看 是凶手自制的手枪 随后徒队走进卧室查看 张明的妻子方签被力气所赐当场死亡 小女儿也被残忍地杀害 徒队仔细勘查了地上的鞋印 让刘伟将全部鞋印提取调查 又让小畔将门把手上的血印和指纹提取下来 随后便独自来到屋后继续勘查 他在泥地上发现了一组鞋印 被破坏的防盗窗上也留有指纹 凶手之前应该在这里踩过点 徒队分析 虽然凶手十分残忍 但他在现场留下了很多痕迹 应该是个新手 随后警员们对张明和其妻子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 看看两人是否有感情问题 是否有什么仇人 小畔来到郭所长家了解情况 是张明的好友 妻子秀华和张明妻子方谦也是好姐妹 两人昨天一起来探亲 方谦的情绪很不好 他怀疑丈夫张明有了别的女人 这次就是来问清楚 没想到昨天才过来 今天就被杀了 这是连回头的路都没有了 郭所长一听就不乐意了 他和张明是多年的好友 张明不可能背叛自己的妻子 说着两人竟吵了起来 回到警局 图队开会讨论这起案子 刘伟认为发生这样的灭门惨案 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仇杀和情杀 然而张明一家三口被杀 是在张明妻子方谦刚刚来这里的第一个晚上 很有可能是凶手尾随而来 所以仇杀的可能性很大 应该先调查和张明有矛盾的人 以及和张明夫妻有感情纠葛的人 另一名警员却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张明可能真的有外遇 那天晚上他和妻子争吵 失手杀了妻子 然后因为自责开枪自杀 听了这些话 郭所长十分激动 自己和张明这么多年的交情 他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而图队也不赞成这种说法 如果张明是自杀 那么他杀害妻女的凶器在哪 张明自杀用的手枪又在哪 他家后院的脚印 窗台上的脚印又是从何而来 几文分析下来 图队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认为凶手是为财而来 首先凶手在作案的时候没有戴手套 作案后也没有伪装现场或者破坏现场 具有流窜作案的特征 其次在窗台上和窗下 找到的指纹都是一样的 在勘察现场时 图队从窗外向屋内瞭望 而张明的钥匙就拴在裤子上 在他家锁着的柜子里发现了三万块钱 第三就是屋内的三趟巷里的鞋印 其中一趟鞋印是凶手从窗台跳下 他直奔张明的裤子 就是要拿钥匙盗取那三万块钱 第四就是在现场混乱的鞋印 这也说明当时凶手很慌张 所以仓皇逃窜 请问图老师 如果是流窜作案 单纯笨才而来 不是有预谋的杀人 按照犯罪规律 应该是一个人作案 为什么现场会出现两个人 作案是一个人 绝不是两个人 虽然从现场提取到四趟鞋印 很像是两个人作案 但图队很肯定作案的是一个人 这四趟鞋印里 三趟是巷里 一趟是巷外 通过模拟实验 一趟鞋印是凶手从窗台跳下 直奔张明的裤子取钥匙 一趟是凶手被张明发现与其搏斗 一趟是凶手走进卧室杀害张明的妻女 还有一趟就是凶手杀人后仓皇逃走留下的 通过从现场提取到的指纹分析 这些指纹多数是汗液指纹 而案发那晚室外温度比较低 如果凶手是从远道而来的话 就不会留下这么多的汗液指纹 所以图队推测凶手就在南港镇 通过对指纹湿度挥发做的分析 在窗台上留下指纹的时间是一点钟左右 而作案是在三点多钟 这就说明 能在半夜一点多钟出来踩点的人 一定就在附近 不会离开南港镇 而且南港镇的交通不是很发达 凶手很有可能还在南港镇 随后警方调动大量警力 排查南港镇所有的外来人口 这天图队几人来到附近的一户人家走访 家里只有老王和他儿子王庆 得知对方是警察后 老王也并不惊慌 反而让他们把自己儿子抓走 原来儿子王庆天天就知道赌 家里的东西都让他输光了 他以前的女朋友也跟别人跑了 到现在都没娶到媳妇 就在几人询问老王的时候 图队发现有个戴帽子的人 在远处鬼鬼祟祟的 还偷偷向图队这边看 图队见状立马追了上去 可是那小子跑得太快 图队几人追到一个工厂后 人就不见了 他们追进厂里 却被看门的大爷拦住了 图队并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份 他观察了一番 便带着刘伟小畔离开了 图队觉得这个工厂很可疑 就让刘伟调查一下 原来老王的儿子王庆 是这个工厂的工人 这小子喜欢赌 经常被抓 前段时间还输了不少钱 刘伟觉得王庆可能和暗子有关系 便让当地警员带着他 去找王庆的前女友小秦了解情况 小秦说王庆之前是当过病 还打过枪呢 最后刘伟和小畔找到图队 向他汇报自己调查的情况 老王的儿子王庆就是工厂的工人 前段时间因为赌博输了很多钱 刘伟觉得王庆很有可疑 那天他们追的那个带牙蛇帽的人 书闷书路地躲进了工厂 很有可能就是王庆 王庆因为赌博输了钱 便有了偷盗的念头 他半夜溜进张明家被他发现了 便用自制的手枪打死了张明 而且王庆从部队回来 会玩枪 他们去王庆家走访的时候 他在远处偷偷观望鬼鬼祟祟的 可只靠推测并不能定罪 还需要充足的证据 既然王庆喜欢赌又输了钱 图队决定让刘伟以抓赌为名 把王庆带回来 如果他的指纹和刘在现场的指纹吻合 那么凶手就是他 如果不吻合 那么凶手就另有其人了 约黑风高的晚上 那个带牙蛇帽的男人出现了 他看着对面的银行就要动手 这时宣防员过来了 宣防员拦住他刚要询问 男人去把腿就跑 他速度很快的躲进一个废弃的工厂里 等宣防员追上来 早已不见那男人的踪影 此日一早 两人将事情报告给了图队 图队觉得这个带牙蛇帽的男人 一定要重点调查 看看这个人和案件到底有没有关系 这晚图队也是睡不着 他一直在思考案子的事情 平刚亮 图队就起身出去找线索 正好在楼下遇到了刘伟 便一起出门搜查 两人沿路搜查路边的树木和墙壁 这时他们遇到了晨跑的郭所长 几人寒暄几句便分开了 刘伟觉得郭所长也有可疑 图队说他也曾怀疑过郭所长 不过很快他就被排除了 如果他和张明有矛盾 用不着选择张明妻女来的时候动手 也用不着开枪杀人 而且郭所长和张明的私交相当不错 两人继续沿路搜查 功夫不负有新人 他们在电线杆上发现了血手印 在后面的树上也发现了血迹 两人正看得入审 这是一个男人拿着刀突然出现 询问他们在干什么 图队拿出了警官证 男人这才放下疑心 他一边说自己是个杀猪的 一边将手上的猪血随意地抹到树干上 图队看着男人的这个举动 便问他杀猪的人都这样做吗 男人给予肯定的答复 得知图队他们在找凶案的线索 便告诉图队人血和猪血是有区别的 猪血油油 抹到树上或电线杆子上会发亮 而人血没有 随后图队让他辨认树上的血迹 果然发现了一处是人血 随后便叫人过来提取血养 经过一步步的调查 图队两人沿着路边发现的血迹 竟走到了老王家 而且还在他家门上发现了血迹 这让刘伟更加相信凶手就是王庆了 两人打开门悄悄走了进去 在一间屋子的床上发现了那顶鸭舌帽 图队刚要离开时 在地上发现了一个鞋印 对比后发现跟现场的血迹吻合 这种种迹象表明王庆就是凶手 随后图队让刘伟以抓赌的名义 将王庆从赌桌上带回了警局 图队早已在审问室等候多时了 他摘下王庆的帽子 询问他帽子是哪来的 他说是前女友送他的 王庆以为自己是一位赌博被抓进来的 没想到是和凶杀案扯伤了关系 还被怀疑是凶手 这下他可慌了 大喊自己冤枉 图队又给他戴上帽子 认真打量了他一番 图队发现王庆和那天那个鬼鬼祟祟的人不太像 随后又让他将鞋脱下来 经过比对 鞋印也不一样 图队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让刘伟和小畔继续审问 自己便出去了 图队再次来到老王家调查 可是家里却没人 他便进屋搜查了一番 图队在屋里的垃圾楼里 发现了一张撕碎的火车票 这时门外却有一个男人在偷偷看着他 他想要掏出刀来杀掉图队 但还是放弃了 转身悄悄地跑走了 回到警局 图队将王庆的指纹和在现场提取到的指纹比对 两者并不吻合 这也就是说 凶手不是王庆 那凶手又是谁呢 图队对王庆似乎没什么兴趣 他究竟发现了什么 晚上图队几人再次审问王庆 这次图队就只问他两个问题 住在你们家的是什么人 你们的衣服和帽子是不是混穿混带 是啊 主人 我战友 我 怎么了 说详细点 呃 他叫杜宝国 对了 他不是本地人 他 他来我这儿住几天 说顺便看看这儿能有什么生意可以做 他在我家住了半个多月 我们两个在部队的时候就特别要好 衣服向来就是混穿的 随后图队又问他案发那晚他在干什么 这事他也想起来了 那晚他的朋友过生日 几个人在一起庆祝 后来几人就小赌了几把 大概半夜十二点多 他把钱输光后就回家了 到家的时候 正好遇到住在家里的战友杜宝国要出去溜达 王庆就回屋睡觉了 他记得杜宝国回来的时候 他正睡得迷迷糊糊 那时候应该是凌晨一点左右 之后杜宝国有没有出去过 他就不知道了 随后图队就放他走了 图队认为凶手极有可能是杜宝国 让刘队赶紧拒捕他以防他逃跑 可没有证据刘队也不能直接抓人 图队十分着急 他只得先想办法取得杜宝国的指纹 图队的担心果然没错 就在当天晚上 杜宝国收拾东西跑路了 此日一早 警员们上门抓杜宝国 可人早就跑了 随后警员们在各个路口车站巡查 终于在火车站发现杜宝国的踪迹 并将其抓捕 回到警局 图队立刻对他进行审问 他拿出王庆的帽子问他带没带过 杜宝国支支吾吾说自己没带过 看着图队锐利的眼神 杜宝国十分心虚 图队问他案发那晚他在干什么 杜宝国说自己一直在王庆家哪也没去 可王庆却说那晚他出去过 这让图队更加怀疑他 最后小盼提取了杜宝国的指纹 杜宝国一看要提取指纹 显得很慌张十分抗拒 经过指纹对比 图队确定凶手就是杜宝国 可杜宝国一脸无辜的说自己没杀人 图队见他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样子 直接说出了他留下的证据 七月三号晚上你杀害了张明你家 做完案以后你返回了王庆家 在回来的路上你在张明家的门上 和路边的树上以及电线杆子上 都留下了杀人的血迹 刚才我们通过跟你手印的对比 完全吻合 另外你在张明家的窗台上 在张明家的后院里 以及在张明家的所有的脚印里 跟在王庆家的脚印完全一致 这一切我们已经经过比对 完全一样了 自从我们到王庆家以后 你就戴上王庆的鸭舌帽 以便转移我们的视线 对吧 那天在王庆家的弄堂口边上 我们还追过你一次个子不高 你跑得倒挺快的 你戴王庆的帽子是为了转移我们的视线 让我们把一点转移到王庆的身上 而且警方也调查了杜宝国的背景 他曾在老家盗窃居众斗殴 警方一直在追查他 听到图队说的这些 杜宝国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他在老家犯案逃出来以后 找过许多战友 可是他们都对自己很冷淡 就王庆父子收留了他 他一直想赚钱暴打王庆父子 可是一直找不到工作 按发那晚他睡不着 就在外面溜达 无意中看到张明拿出三万块钱给妻子 他想把钱偷来后分一点给王庆父子 自己拿着剩下的钱员走高飞 打定主意后 他便先回去睡觉了 等到了三点左右 他就悄悄起床 带了把枪和大钳子 就潜入了张明家实施盗窃 他拿起桌上的刀子想要撬开柜子 可是柜子锁上了 他又悄悄地走到卧室 拿裤子上的钥匙 结果不小心将花瓶打碎了 听到声音的张明立刻起来查看 杜宝国直接拿出枪将他打死了 随后拿起桌子上的水果刀 将张明的妻女残忍杀害 他害怕惊动别人 连钱都没拿就逃回了王庆家 而王庆那时还在熟睡 他便躺在王庆旁边睡下了 没想到警方这么快就查到了自己 直到那天 警方抓住了王庆 他觉得自己可能已经暴露了 就连夜逃跑 经过杜宝国的指认 警员们找到了行凶的枪和刀 最终杜宝国为他的恶行付出了代价 一个寒冬的凌晨 张家团的张玉海家发生火灾 当场将在屋内睡觉的张玉海的妻子刘媛媛 和他那两个年幼的女儿烧死了 警方经过尸检和现场调查 排除了他杀的可能 给出了意外失火的结论 然而刘媛媛的父母认为 这是女婿张玉海纵火杀人 事情又是怎么回事呢 刘媛媛的父母是不是知道这其中的隐情 为了给女儿和两个外孙女申冤 两妹老人到市里的公安厅上方喊冤 非要说是这张玉海杀的妻女 这也引起了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 很快就组成了专案组 由徒队主持侦破工作 根据当时的事件报告 刘媛媛和两个女儿的气管中 都有吸露的烟灰 所以确定在火灾发生时 三个人均有生命状态 死亡原因断定是窒息而死 法医还在死者刘媛媛的颅骨上 发现了一处伤痕 判断是房屋烧他时被木梁砸伤的 因此才做出了火灾的调查结论 他们也调查过张玉海 并没有杀妻纵活的可能 而且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张玉海会采取这么罪恶的行动 徒队了解完案子的情况 便来到医院找张玉海问话 据张玉海所说 案发那晚 他和妻女正在家吃饭 这时邻村的孟林请他出镇 他三岁的儿子病了 张玉海放下碗筷拿上药箱就出发了 孟林家路途遥远 其末驼车来回也要一个多小时 但孟林就认准张玉海的艺术高明 非要来请他看病不可 谁料等他看病回来 刚到村口就看到家里的方向有火光 他就急忙忙驾赶 但一切都晚了 等他赶到家门口时 火苗子已经窜到房顶上了 他看到妻子刘圆圆坐了起来 可是又马上躺下了 他想冲进屋里先救孩子 但被火烧的实在顶不住 他逃出来大声呼喊求救 张玉海越说越难受 痛哭起来 这场大火让他失去了三个亲人 还把财产烧得一干二净 自己的两个女儿还那么小 徒对问他不是有三个女儿吗 张玉海说 那晚他的大女儿张云没在家里住 而这个张云是他和前妻江明明的孩子 两人离了婚 孩子判给他了 就在案发前两天 前妻来家里闹 谁要带走张云 可是张玉海却极力的阻拦 江明明也不是省油的灯 两人在孩子面前大吵了一架 而刘圆圆并不喜欢张云 霸布的江明明赶紧把她带走 既然争执不下时 刘圆圆的表妹葛梅子来了 她一把接过孩子 把张云和江明明母女带到了自己家 还让他们住了一晚 可江明明还是执意要带走女儿 这时张云说不想跟母亲走 想在梅子阿姨这里住 还说梅子阿姨对她很好 江明明听了也只好放心的 把孩子交给葛梅子带几天 而就在两天后 刘圆圆和她的两个亲生女儿都被烧死了 学问瞒张玉海 徒对便回到了警局 她仔细检查着从现场带回来的物证 在一件烧坏的羽绒服上 而这件羽绒服就是张玉海平常穿的 她怎么会出现在现场 在死者的房间中找到了一把斧头 而这斧头应该是放在厨房里 为什么会出现在死者的房间里 还有就是这个汽油桶 它是在房屋的废墟中发现的 根据邻居的反应 张玉海有一辆摩托车 家里存点汽油没什么可疑的 但是张玉海的车库在前院 这汽油桶应该放在前院 为什么会出现在后面的房屋废墟中呢 这重重一点怎么能判断是意外火灾而结案呢 徒队认为不能排除他杀的可能 随后徒队找到法医老胡 老胡给他看了刘圆圆的头骨X光片 徒队又发现了一个新的一点 刘圆圆的头骨已与身体分离 上面还有凹陷的痕迹 判定为无良到他砸伤所致 然而徒队却发现 这个头骨上凹陷的痕迹 与现场发现的斧头后座很吻合 徒队想了想 为了验证这个凹陷的痕迹 是不是斧子后座造成的 他找了一些土捏了一块泥巴 他举起斧头砸在泥巴上 将泥巴上留下的凹陷痕迹 和刘圆圆头骨上的凹陷痕迹 进行比对 经过反复实验 徒队确定刘圆圆头骨上的痕迹 就是这把斧子造成的 而这件案子是他杀无疑了 此时小畔在医院里询问张玉海 他衣服上的血迹是怎么回事 张玉海回忆说 是之前公路上出了车祸 同村的张光琪被压伤了 他去包扎伤口是沾上的 回来后一直都没有清洗掉 之后经过检测 羽绒服上的血迹确实是村民张光琪的 这一点张玉海并没有说谎 随后刘伟和小畔几人又到村里走访 好几个村民说 案发那晚看到过张玉海骑车出去 随后徒队召集警员们开会 将他在刘圆圆的头骨上发现的一点告诉大家 凶手很可能是先用斧头打死了刘圆圆 但从法医的解剖来看 又很矛盾 因为死者的器官里面曾有烟灰 随后徒队提到了古代的张局烧猪事件 张局一听就来了兴趣 下面请张局来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 什么叫张局烧猪呢 这个故事说的是古代啊 有一户人家发生了火灾 来大家看看 丈夫被烧死了 妻子呢托得死去活来 但是他四个弟弟呢 不买嫂子的账 告到县令府去了 张局验尸的时候呢 发现这个死者的口腔之内啊 是干干净净的 一点烟灰都没有 所以就断地 这个妻子是谋杀丈夫的 妻子不服上告到衙门 张局呢令人把一个猪头给剁了下来 把另一个活猪捆住了四脚 把两头猪都放到火堆里去烧 等大火熄灭之后啊 你们猜怎么着 张局让众人啊 把这个猪啊 大家看一下这张 看到吗 被杀死的猪啊 口中是干干净净的 而那头活着被烧的那个猪呢 气管中有烟灰 这说明啊 在临死之前 如果他还有气 他的气管 就会把这个烟灰吸到气管里面去 根据张局烧住的经典结论 刘圆圆和两个女儿的死亡都是窒息死亡 这样就不存在用斧头先砸死的情况 图队认为这一点是破案的一个难题 这时张局提出了一个疑问 凶手既然选择杀人 为什么不用斧刃 而是用斧背呢 图队猜测 凶手应该是懂得人体解剖学 如果用斧刃杀人的话 在验尸的时候很容易断定是用力气致死的 而用斧背正好可以混小时听 让警方误以为是核断粮或者其他物件撞击造成的 按照图队这个思路来看的话 只有张玉海符合这个作案的条件 难道是张玉海穷凶极恶杀了妻女 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 图队认为有三个大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就是要确定张玉海有没有作案事件 其次就是凶手是不是先杀死刘圆圆在纵火灭迹 第三就是调查张玉海有没有这种穷凶极恶的可能 去杀害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下一步就先破解第三个异团 也是最简单的一个 图队让警员通知各银行 冻结张玉海的存款 看看张玉海的存款有没有被取走 确定存折是不是被烧毁在房间中 张局这边刚开完会 张玉海便来警局找他了 还给他们送了一面警旗 夸他们破案神速 而他这次来的目的 是想把妻女的尸体带走下葬 他说他要离开这个伤心的城市 带着大女儿去别的地方重新开市 张局怎么能放走这个嫌疑人呢 他说这个案子比较特殊 尸体已经带到省公安厅了 让他过些日子再来领 张玉海听后也只好作罢 他前脚刚走 张局赶紧命人叮嘱他 不能让他离开本市 张玉海躺在床上越想越不对劲 他匆忙来到车站售票处 买了一张区外上的车票 随后他就去银行取钱了 然而这时警方已经联合银行 暗中冻结了张玉海的存款 他根本取不出来钱 果然图队判断的没错 房子烧了 妻子和两个女儿死了 他的存折却保留得好好的 而此时他的前妻江明明也要离开老家 说是要和男友出去做生意 小潘询问他案发那晚在哪儿 有没有去过张家屯 江明明的回答有些迟疑 他说那晚他没去张家屯 他和男友去族狱了 一起去的还有一个叫吕大和的朋友 是他负责接送的 看着他不自然的表现 图队觉得他那晚一定是去过张家屯 可他为什么没有抢走女儿呢 女儿张云在葛梅子家 又不是在张玉海家 之后图队几人又找到葛梅子 他说那晚江明明确实没有来抢孩子 听到这儿 警员们有些失望 案件陷入了迷茫 张玉海和前妻江明明都有作案嫌疑 却都没有作案证据 但困扰图队最大的难题就是无法解释 如果刘媛媛是先被杀死的 那么她的口腔和气管内 为什么会有烟灰呢 图队绞尽脑子的思考着这个问题 正在这是一条国际新闻帮了图队的大忙 法国巴黎东南部一座七层高的住宅楼 凌晨发生火灾 调查这起火灾的检察官对媒体说 罹难者大部分是在睡眠中窒息死亡 而非被烧死的 遇难者呼吸道中有烟灰 诶 遇难者呼吸道中有烟灰 检察官说 从尸体检验的结果看 遇难者是在睡眠中罹难 有人逃至窗边依旧死亡 呼吸道中的烟灰 说明遇难者在火灾中发生了呼吸 但已经失去了自救能力 这下就给了图队一个启发 当晚图队也效仿张举烧猪做起了实验 他们用锤子将猪击打至死 五分钟之后 将猪放在架子上烧了起来 经过对这头猪的解剖 发现猪的呼吸道中还是有烟灰 也就是说猪是处在一种昏迷的状态 没有完全死去 也就是说 凶手在杀害了刘圆圆以后纵火灭迹 而当时刘圆圆并没有真的死亡 而是处于昏迷状态 所以她的器官里才会有烟灰 通过这些结论 图队认为张玉海的嫌疑是最大的 但从现场的调查情况看 她又没有作案时间 而且火灾前出现的那两个女人 江明明和葛梅子也都很可疑 为何在火灾前 她的女儿正好离开张玉海家 而偏偏她的女儿又幸免于难呢 为什么前两天她要去张家屯 把自己的女儿接走呢 还有那个葛梅子 她在火灾前两天领走了张云 而张云是张玉海和江明明的女儿 她既不是亲生母亲也不是后马 却乐意带着别人的女儿 她在这场火灾中又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对于死者刘圆圆 她和丈夫张玉海又有什么矛盾 她要和张玉海离婚 可为什么又没理呢 刘圆圆没有自杀的理由 如果她要自杀 为什么要带着两个可爱的女儿呢 为了调查刘圆圆和张玉海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图队和小畔来到了刘圆圆的父母家 母亲说张玉海骗了女儿 还害了他们全家 就在刘圆圆18岁那年 她不小心摔伤了腿 就到张玉海的诊所一致 张玉海一看刘圆圆真是十八一朵花 就对她起了色心 刘圆圆禁不起撩拨 很快就头怀松抱了 刘圆圆的腿治好了 但还是三天两头的往张玉海的诊所跑 不是说头晕就是说心痛 这一情况很快就被江明明察觉到了 于是两人改了优惠的地点 从小镇改到城里 没多久刘圆圆怀孕了 她就逼张玉海和江明明离婚 老父亲知道女儿变成这样 当时气得把女儿关在家里 可老两口没想到的是 张玉海离了婚 还拿着刀过来以死相逼 没办法老父亲也只好答应了这门婚事 她让张玉海写了保证书 可这种男女间的山盟海事能算数吗 如今山盟海在 方魂已逝 就在刘圆圆给张玉海生下二女儿后 有一次她哭哭啼啼地跑回娘家 说张玉海在外面有了小妖精 想要和她离婚 如果她不离 张玉海可能会慢慢地堵死她 原来张玉海有次喝酒太高兴了 就说漏了嘴 她曾经想慢慢毒死前妻江明明 在她的饭里药里下毒 徒队又问 他们后来怎么又不理了呢 母亲说刘圆圆知道了那个小妖精是谁 她说自己不会嫁给张玉海 只是和她玩玩的 刘圆圆口中的小妖精指的是谁呢 警方在张家屯进行调查的时候 意外得到一个重大发现 案发那晚有村民看到江明明来过张家屯 徒队又询问了江明明 可她就是一口咬定没有去过张家屯 也没有去抢回女儿 究竟是怎么回事 真的是村里人看花眼了吗 此日一早 徒队几人找到张玉海 要查看她的摩托车 这是个梅子抱着张云来找张玉海 两人站在墙外说话 很像是温馨的一家人 徒队看着这一幕好像想到了什么 晚上徒队一边压马路一边想着案子 眼前的这一幕让她豁然开朗 这一溜甩动的长发 让扑朔迷离的案情一下子封回路转柳暗花明 变得清晰而明朗了 对于这个案子 警方忽略了张玉海身边的第三个女人 就是葛梅子 如果葛梅子就是刘圆圆口中的那个小妖精 那么张玉海没有作案时间 这个疑问就迎刃而解了 徒队猜测葛梅子可能怀上了张玉海的孩子 随后小畔找到了葛梅子问话 小畔问他那天带走张云后 有没有再看到张玉海和江明明 葛梅子一听这话 就有点情绪激动 连连说没有 说着他就突然呕吐起来 看上去像是怀孕了 小畔将这消息告诉了徒队 徒队听瞒 他推断案发那晚 张玉海骑摩托车离开孟林家 在他回转张家屯的时候 葛梅子已经在村口等他了 他穿着和张玉海一样的衣服 戴上头盔 骑上摩托车 而此时张玉海早已计算好了摩托车开到家的时间 还有作案时间 他让葛梅子开着车从村口经过开向张家 而他自己则是嘲笑到回家 这样村里的狗不会乱叫 他的脚步声也不会被村民听见 就这样他从后门溜进了家里 实施了杀人纵火 而此时葛梅子在村口等他 带张玉海做完案 根据约好的时间 葛梅子骑着车来到张玉海家门前 张玉海把车扔在一边 大喊着着火了 而葛梅子则赶紧跑回了家 如果是这样 那么张玉海基于杀妻子 就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葛梅子怀上了他的孩子 然而这其中还有两个疑问 其一 那晚孟林来请张玉海出诊 他吃完饭就带着孟林走了 而葛梅子不在张家 他们并没有时间谋划 其二 据了解葛梅子不会骑摩托车 而且村民们也没见过葛梅子骑车 随后图队找到了那个看病的孟林 据孟林所说 那晚是张玉海骑车带着他往家赶 半路上张玉海说回去找葛梅子一趟 没过几分钟张玉海就回来了 随后就去了孟林家 看来他们就是趁着这几分钟商量密谋的 葛梅子被叫到了警局 小畔直接就说出他怀孕的事情 葛梅子听后也只好老实交代 孩子就是张玉海的 那年刘圆圆生儿女儿的时候 他去照顾刘圆圆就住在张家 后来他回去了 可又被刘圆圆叫了回来 做了张玉海的弟子和他学医 张玉海对他动了心 而且他又很会花言巧语 还信誓旦旦的保证以后会娶她 没多久葛梅子就投入了张玉海的怀抱 后来张玉海提出了离婚 但刘圆圆坚决不同意 另一边 审讯室里的张玉海还不承认两人有私情 张局告诉他葛梅子怀孕了 将两人带去医院做个DNA鉴定 就什么都知道了 这下他才老实地交代 说自己和葛梅子只有六七个月的私情 可葛梅子却说他们有三年的私情了 葛梅子说案发那晚他就没离开过家 孩子张玉可以替他作证 而张玉海也一口咬定 葛梅子没有到村口等他 图队知道 这俩人是不会轻易承认当满相约村口的 安晴又暂时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 图队几人再次找到江明密 骗他说葛梅子交代了 案发那晚他去找过葛梅子 是在他不在的时候去的 他抱着孩子就要走 没想到被回来的葛梅子撞到了 又把孩子抱了回去 于是他怀恨在心 刚好张玉海出诊了 他就悄悄地潜入张玉海家 江流远远杀害后又纵火烧了房子 听着图队的分析 江明明激动地说 不是那样的 最后只得老实交代了 案发那晚他确实去了张家屯 就在张家起火之前 他一直都和葛梅子在一起 后来村里的人喊成一片 葛梅子就匆忙地跑去火场了 如果江明明说的是真的 那么葛梅子代替张玉海 驾驶摩托车过村际的推测 便不成立了 也就是说张玉海依旧没有作案时间 回到警局 图队几人再次审问葛梅子 他和江明明的交代完全吻合 他们互相证明 不但证明他们没有作案的可能 也几乎证明张玉海也没有作案时间 那么是谁作的案呢 图队来到村口查看摩托车印 这时他想到了一个人 江明明曾经说过 案发那晚有一个叫吕大和的朋友 开车接他和男友去族狱 也有可能一起过来抢孩子 随后图队找到了那个吕大和 他说那晚江明明想抢回女儿 就让他开车去张家屯 吕大和把他送到村口 可他也没去抢女儿 而且那晚村里起火了 图队问他有没有看到 有人骑摩托车经过村口 他说有 那个人骑着摩托车七拐八拐的 还在路边草地上摔倒了 看着好像不太会骑的样子 根据吕大和的证词 图队更加肯定自己的推断是正确的 之后图队让小畔扮成葛梅子的样子 将那晚的情景拍了下来 葛梅子一看这个录像 一脸的惶恐 大声喊着那不是自己 自己不会骑车 江明明当天晚上是到过你住的地方 你们不是在着火前见面的 看到没有 这就是在你家里搜出来的衣服 那天晚上你是穿的这件衣服吗 张家起火以后 你从他们家出来的时候 你看见了江明明抱着他的女儿 那晚在张家起火后 葛梅子匆忙地回到家 看见江明明抱着张元要走 他上前拦住了江明明 告诉他 要是抱走了孩子 张家的火就等于是他放的 随后又将江明明带回了房间 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了他 是张玉海放的火 他把他们母女都给烧死 他是条恶狼 我马上去告他 回来 江明明 他是条恶狼 可他也是云云的抱 他好歹 也帮你把仇给抱了 你要是告了他 他枪毙了 他倒赶紧了 可是云云呢 他一辈子都是杀人犯的女儿 你想过吗你 他会有幸福吗 于是他就和江明明攻守同盟互相作证 徒队将这些推断告诉了葛梅子 这下击垮了葛梅子的心理防线 他激动地说 是张玉海让他在村口等他的 然后又让他骑摩托车回去 其他的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这怎么可能呢 就这样给梅子精心设置的防线被击溃了 我只想和他一起生活 没 没让他杀人呢 他杀了人 把房子都烧了 我还跟他干嘛呀我 他能杀刘元月 他就会来杀我 所以 我实现真的不知道 他想杀死他 真的 葛梅子 你清醒的太晚了 如果张玉海是条恶狼的话 你就是一只狐狸 狐狸与恶狼睡在一起 肯定会出大事 安晴很快的查清了 就如徒队推断的那样 张玉海那晚潜入家中后 先杀死了妻子刘元元 然后撒了汽油点燃了房子 葛梅子骑着摩托车赶来 张玉海跑到前院呼喊救火 葛梅子慌忙的跑回家 回到家就遇到了江明明 而这使得张玉海冲进房子 装模作样的救火 让自己轻度烧伤 以遮掩事实的真相 我是鬼迷心窍啊 鬼迷心窍 姐姐 我不是人 我不是人 我是畜生啊 我 我孩子 孩子 爸爸是想救你们啊 爸爸是想救你们啊 可是救不出来 你们死的冤啊 张玉海 葛梅子和江明明 都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女人突然从梦中惊醒 刚刚她梦见自己的丈夫被父亲给杀了 她越想越不对劲 四日一早便赶回乡下的娘家 可家中空无一人 她喊着丈夫的名字到处寻找 也没见丈夫的身影 这时她想起了昨晚的那个噩梦 她顿时感到脊背发凉 觉得事情不对劲 她慌忙地跑进仓库 果然在里面找到了一件带血的衬衣 这让她更加相信丈夫被害了 随后她立刻报了警 这女人叫徐春家 说她的丈夫刘山被自己的父亲杀了 就在徐家村的娘家 但她没说没有发现丈夫的尸体 随后警方立刻赶到了现场 警员问她丈夫刘山的尸体在哪 她哭着说自己也不知道 警员又问她 没有看到尸体 怎么断定自己丈夫是被人杀了呢 还是被自己的父亲杀的 看着警员们不相信自己的话 她把自己的噩梦告诉了他们 随后又带他们去看那件血衣 警员拿起衬衣觉得不对劲 她闻了闻好像有股油气味 这时张队赶来了 警员向她汇报了具体情况 徐春家因为做了一个梦 就认定丈夫刘山被父亲给杀了 这不是在开玩笑吗 可徐春家就是很肯定 她丈夫一定被自己的父亲杀害了 张队问她父亲叫什么 徐春家说她父亲叫许红福 张队一听就愣住了 她好像想起了什么 回到警局 张队找到了专案组的徐队 将案子的资料交给她 徐队看了一眼卷宗 决定还是先去现场看看 几人来到村屋 这时徐春家也跑了进来 问他们什么时候抓她父亲 她和弟弟都很害怕 徐队安慰了她几句 随后便进屋搜查 很明显现场被清理过 可细心的徐队还是在墙角发现了血迹 他让警员提取了血样 徐队观察着这间屋子 他发现礼物门框上的塑料帘子不太对劲 放下来一看 上面竟有大量的血迹 徐春家看到后当场崩溃大哭 喊着丈夫刘山的名字 另一边 警员们也对周围村民进行了走访调查 有位大妈提供了一条线索 那天她去菜地摘菜 发现刘山家门口挂着条毛巾 等摘完菜回来 毛巾就不见了 这是一个叫许东生的村民 给案情提供了新的线索 那晚她喝了些酒 听说有人在小麦不打架 她也去看热闹了 当时刘山也在 还说谁赢了就请谁喝酒 那时候大概是八点多 后来刘山就请他们喝酒了 半夜十二点左右 她起来撒尿 看到了许洪福打着手电来到村里 那晚是农历十五 月亮很亮 她肯定自己没看错就是许洪福 很快大妈看到的那条毛巾也查到了 其实那是一条枕巾 是风把枕巾吹落在路上 被一个叫许知青的老伯捡了去 虽然老人用肥皂洗过了 但上面还留有五滩血迹 技术人员首先对称衣上的血迹检验 确定那不是血而是油漆 而从墙角和门帘以及枕巾上提取的血氧 经过检测确定是刘山的血迹 这样看来刘山确实是被人杀害了 从挂在门上的枕巾看 刘山的尸体已经搬运出去了 但尸体埋在哪呢 经过一番调查下来 警方确定这根本不是一个梦 而是有人指证 案发那晚看到了许洪福 随后警员们兵分三路 一路以涉嫌杀人为由 迅速对许洪福进行刑事拘留 另一路用警犬在许家村周围搜寻流山的尸体 第三路深入许家村群众之中 继续寻找杀人凶手更多的可疑行迹 随后警方在一处山坳里找到了许洪福的住处 看到警员们来了 许洪福的老伴崔桂英显得有些落寞 他告诉警员 许洪福就在屋后的林寺里 这个许洪福在四乡八村也是个人物 可他为什么离开许家村的老宅 搬到这个山坳里来住呢 这里插一段许洪福的狠人事迹 那是很多年前了 许洪福和儿子争吵起来 两人越吵越凶 母亲和姐姐根本拦不住 许洪福本就是个狠人 他起的进屋拿出了枪 射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幸亏许志宇被及时送进了医院 总算捡回了一条命 许洪福则背叛了五年 刑满释放后 他知道自己已经臭名昭著 在村里没有人员 就带着老伴崔桂英搬到了葫芦澳 看到警员们来了 许洪福立马低头承认自己的错误 说自己砍树盖了房子和羊圈 可警员们找他并不是因为砍树的事 许洪福听说女婿被杀了 情绪十分激动 并不是为女婿的死而痛心 而是因为女婿还欠他两千块钱呢 另一边 徒队几人寻问许洪福的老伴崔桂英 告诉他女婿刘山被害的事 可他并不惊讶 好像早就知道了一样 小畔在屋内搜到了一个手电筒 便作为政务收集了起来 徒队问他许洪福有没有出去过 他说丈夫在山里待了好几个月了 他在身为许洪福收拾包袱 崔桂英看着许洪福被压上了警车 转身就回去了 徒队看着他落幕的背影 感觉他好像是有什么心事 抓捕许洪福很顺利 可警权小组那边并没有发现刘山的尸体 来到看守所后 许洪福也是十分嚣张 他也不是第一次进来了 什么场面没见过 三言两语救下的几个月有管他叫大爷 办公室里几人还在讨论怎么对付许洪福 警员说许洪福是二进攻了 他可能懂法律 会与警方周旋到三十天 然后逼警方放了他 张队一听立刻对他进行了审问 许洪福说 女婿刘山摆中自己六亩地 已经四年了 还住了自己四年的房子 他便管刘山要两千块钱的租地钱 还说要是不给就收回田地 可刘山却反过来向许洪福索要两千块钱 说是已经在田地里下了肥下了种子 许洪福也对刘山下了狠话 要是他不给就一枪崩了他 激翻审问下来 许洪福只是和警方打太急 拒不承认自己杀了女婿刘山 张队拿出从他家找到的手电筒 问他那晚干什么去了 许洪福说自己哪也没去 更何况那天晚上月亮那么大 用手电筒不是浪费钱吗 张队见问不出什么 便将许洪福送回了看守所 此日徒队决定单独审问许洪福 他拿了把椅子 坐到了许洪福面前 没有问他案子的事 而是和他聊聊家常 看到徒队点了根烟 许洪福也安耐不住了 便给了他一根 聊了几句徒队转身要离开 这让许洪福很诧异 不是审问吗 怎么说了几句话就走了 啥也不问呢 他赶紧站起来说自己没杀人 徒队看了他一眼转身就走了 随后徒队几人再次找到崔桂莹 徒队耐心地询问他 可崔桂莹一致哭 什么都不说 看着他的表现 徒队觉得他为许洪福瞒了很多事 正准备离开时 徒队跟他聊起了女儿的事 得知女儿许春佳不常来看他 徒队向他保证自己会劝说许春佳 让他常来看看崔桂莹 然后坐车离开了 而次日却发生了一件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徐春佳姐弟俩接受徒队给他们下达的任务 来山奥里看望母亲 想用血肉亲情打动母亲 让母亲说实话 给警方提供重要线索 以突破许洪福的防线 可当两人来到家里时 却发现母亲已经上吊自杀了 徒队几人得知了此事都很惊讶 他让张队先带人去现场 自己再次审问许洪福 徒队拿着一叠卷宗说 里面有12条证据证明许洪福杀人 徒队说里面的11条他都不信 许洪福一听连连夸徒队就是包青天在世 但徒队接着说其中有一条他信了 徒洪福连忙问是哪一条 徒队刚要说的时候 刘伟走了进来 悄悄告诉了徒队一个消息 徒队听完就离开了 也没说那条证据是什么 这让徒洪福有些不知所措 徒队赶到了崔桂英家 看着屋里屋外打扫的这么干净 连吉舌都打扫了 吸死料也放好了 这应该不是他杀 刘伟从崔桂英的口袋中找到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徒洪福杀了刘山 刘山在和对面 崔桂英的遗书 他给警方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线索 张队立刻派人到和对面搜寻刘山的尸体 而小畔也在造堂的炉灰中发现了菜刀 经过检测 刀把上大多留的都是崔桂英的指纹 刘伟猜测会不会是他杀了刘山 悉心的徒队发现菜刀上的指纹不对劲 他将菜刀的图片撕下来 让小畔按照掌门的方向握着菜刀 徒队也拿着笔画了几下 这指纹是崔桂英在查看菜刀时留下的 他动这把刀仕途是想杀人 然而他要杀的不是刘山而是许洪福 徒队猜测 崔桂英在案发那晚跟踪许洪福来到了许家村 他可能没看到杀人的经过 但他看到了运势的过程 小畔很疑惑 既然崔桂英知道尸体背过河了 为什么不告诉警方藏尸的地点呢 徒队分析 许洪福到河对岸买尸 崔桂英一定是无法跟过河去 如此可以断定 许洪福走的是田间小道来到河边 用一条已经准备好的船渡过河去 这样的话崔桂英根本无法过河 所以他不知道埋尸的具体地点 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 徒队再次审问许洪福 他告诉许洪福 崔桂英已经上吊自杀了 许洪福听了并没有多大反应 反而抱怨老伴整天就知道哭 死了更干净 看着许洪福这个态度 徒队说他真是没有人味 随后将菜刀的照片拿给他看 许洪福看见照片就急了 张口就骂自己的老伴 徒队接着说 这菜刀上有他的指纹和刘山的血迹 即使他洗过了 但只要有一点血迹洗不干净 科学就能鉴定出来 这让许洪福不淡定了 还说是别人偷了他家的刀陷害他 徒队又提起了船的事情 可许洪福却打马护眼 还让徒队拿出真听实据 不要在他这耍嘴皮子 这时徒队也明白了 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 已经不可能突破许洪福的心理防线 他认定了一个司令 没有检察院的逮捕令 就证明警方没有他杀人的证据 而找不到刘山的尸体 检察院是不会轻易下逮捕令的 随后徒队将侦破方向放在寻找那条船上 他让地方派出所到各村镇走访排查 看看谁家丢了船 这时和许洪福官在一起的张延伸 有幸的情况报告 他一直都想套出许洪福的蛮尸地点 郝立功减刑 这些话让张延伸不解 那还能埋在哪儿 难不成埋到天上 许洪福没有再说下去 让张延伸自己想 而许洪福说的这些话 也让徒队陷入了沉思 案件还在继续调查中 这天张队接到一个电话 穆家村一个村民的船丢了好几天了 不过他在一处河塘里找到了 当时船都沉下去了 只露出一个船头 警员们在船上发现了几处刀痕 经过对比就是许洪福家的菜刀留下的 丢船的村民说 这一看就是刀砍的痕迹 要是用斧头两三下就劈开了 用刀砍的痕迹很碎 随后村民带着徒队他们来到了发现船的地方 流山的尸体很可能就埋在这附近 徒队找来村民让他们帮忙在河中捞尸体 找了两个多小时 并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徒队看着对面的山 他问警员这里有没有做生坟的习俗 警员说有 这让徒队有了新的搜寻方向 随后警员们带着警犬就上山了 所谓生坟 是人没有死先预备了坟 或者配偶的一方先死了 另一方的坟在旁边先空战 徒队觉得许洪福很有可能将流山的尸体藏在了生坟里 随后徒队让张队他们先调查这里的生坟 自己回去再次审问许洪福 今天是他被关押的最后一天 可惜他出不去了 徒队拿出了检察院的逮捕令 许洪福当时就愣住了 看着这张逮捕令 他的第一道心理防线被催垮了 但他还是不承认自己杀了流山 见他还是这么名蛮不灵 徒队便给他讲述了他的作案经过 徒队本来想向流山要两千块钱的租地费 可是流山不给 还反过来找他要钱 许洪福咽不下这口气 那天晚上他就出了山奥 因为老眼昏花 所以就在小卖部买了两节电池 在月光下还要打着手电 他在外面转了一圈 投了一条船停在河岸边 半夜十二点左右便来到村子里 这时正好被出来撒尿的村民看见了 随后用钥匙打开了女婿的房门 开门的声音惊醒了流山 流山出来查看 许洪福这时就躲在暗处 还没等流山开灯 许洪福一刀就砍了下去 见流山要反抗 便又砍了好几刀 随后许洪福打开灯清理了现场 因为自己老眼昏花 并没有看到墙角处的血迹 他将流山的尸体用被单裹起来 用枕巾裹在流山的头上 他扛着尸体刚要出门 就看到卧室的塑料帘子上还有血迹 因为急着离开 他就把塑料帘子卷了起来 慌忙中流山头上的枕巾 被挂在了门口的柱子上 都到这份上了 许洪福还是随鹰不承认 还说图队说的这些都是编的 真是不见棺材不掉了呀 他不知道有一个人一直跟着他 那就是他的老伴崔鬼鹰 看着许洪福嚣张的样子 没见到尸体 他就是死也不会承认了 图队不慌不忙点了根烟 你把流山的尸体 埋进了坟墓里 埋在了生坟里 你用这把刀 把生坟的砖一块一块地挖起来 然后把流山的尸体塞进去 是吧 听到图队说出了生坟 许洪福的心理防线崩塌了 他终于承认了自己杀了流山 随后他带着警员们 在一处生坟中找到了流山的尸体 许洪福应故意杀人被判处死刑 这真是天莽灰灰说而不漏 准备